那天你和一个异性的朋友去酒吧玩 他哭了 他生气了 你其实心里挺爽 但是不是你通过这件事情 觉得他是喜欢你 在乎你的 这是你的感受 你觉得你赢了 证明了你们的爱情是存在的 你看 你是懵懂的 为什么说你懵懂 你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 你和别的女孩去喝酒 他生气真不是因为喜欢你 这是一个女人正常的反应 无关爱情 你知道当一个人的世界里 基本上都是另外一个人来充满的时候 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时候 就一点都没有魅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他选择了你 但至少听你所讲的种种 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 而你也一点都不了解他 甚至没有试图去了解他 如果你真要他跟你聊天 我告诉你什么内容他会感兴趣 规划啊 人生啊 事业啊 人际啊 在社会中需要面对的事情等等 而不是你爱我吗 你今天想我了吗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在这段爱情当中 培养了他对你的喜爱 而且我其实也蛮怀疑你的状态 你是因为太闲了 还是真的那么在乎他 有一种懒惰的人 在爱情当中就认为 我既然已经成为男女朋友 好 我就坐享其成了 我不用去努力 我不用去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这是已经目以成舟的事情 所以你闲啊 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去想他 希望他能理你 那这是因为你闲 还是因为你在乎他 你要自己去思考 女孩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感觉你一点都不喜欢他 你跟他在一起无非是因为 我们认识一年多了 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也没有什么我心仪的男人出现 那这个男孩 简简单单的 他也不给我添什么麻烦 他也完全不能够左右我的生活轨迹 多他不嫌多 少他也没关系 总有一个人还在那惦记着 当我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有个人陪我 他就只有这个功能而已 而且我并不觉得 他能够追上你的思想成长的步伐 我认为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 最初相处的动机和目的 并不是因为爱 只是凑合在了一起 我特别不赞成凑合的爱情 哪怕我们在爱的当中 发现了不足 发现了不美好 甚至是不协调 我们分开了 也比一段凑合的爱情 要痛快得多 男孩你完全不懂他 你即便冷静下来 去思考你是爱他的 但是他并不喜欢你 这段爱情是否有意义呢 你们并不合适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 you.